是什么呢 我按照文艺片的方式 我按照电影本来的规律 我做规规矩矩的电影 主要面对欧美市场 再有一类我就琢磨大片 搞得轰轰烈烈的画面 来什么 砸这个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观众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 好 我就砸中国观众 你像我看的《变弱金刚4》 是麦克尔贝拍的 场面弄得挺大 科技做的也不错 3D也真3D 但是那种片子说实在的 在美国现在基本上没有市场 一会儿这个机器破了 一会儿那点机器干起来了 说白了我在电影院 看的都是犯覆 就这种纯粹玩视觉效果的 这不是电影的本源 你有这我们去看迪士尼乐园 我们去看些别的 看你电影干嘛 所以现在所谓的好莱坞这种 制作大片 像《变弃金刚》这样的 好像似乎就针对中国市场 只有在中国市场 他能捞更多的钱 在美国他已经糊弄不了本土观众了 你说难道中国观众 新闻情愿被他们糊弄吗 你进电影院 看半天就看车破完是吗 所以我说中国特供 针对中国市场 好莱坞给你提供的东西 大多数是人家玩剩下的 有些甚至是垃圾 对吧 好